农村小哥剪石头 前两天切出了一个万里长城的光闪石啊 这个地方很像万里长城 然后这个石头呢 引发网友们的热议啊 很多网友说做摆件就可以了 做牌子浪费了 因为这个石头是网友发过来 叫小哥帮他切开 做成一些牌子的 但是切出这个画面的话 做牌子是有点可惜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 最终的一个决定啊 这个网友一共发了几个石头过来的 有两块是画面石 有三块是草花石 之前的话 网友的要求是 看怎么安排合适 图文做成牌子应该没事 但是草花不知道能不能做牌子 还有这种草花石 它里面是有花纹的 然后这个料子呢 我收到之后 我就给他拍了一个视频 跟网友们一起交流啊 但是那天切开的话 发现它里面很精美 然后网友呢 他也看到小哥这个视频了 然后他问小哥 有没有把那个石头切开 因为当时还没有确定啊 所以我当时也只是 切开拍了一个视频 就没有动了 然后网友就是说 如果没有动的话 能否打磨成摆件 就给他做摆件啊 我也觉得做摆件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做牌子的话 你把它切小了 就没有那个画面感了 因为整个石头 它是要一个整体啊 它可以看得出这个意境的 所以说做牌子的话 确实是不合适的啊 然后最终网友的意思也是 不切了 给他留着蛋白件 然后其他那些能做牌子的 在做牌子嘛 因为毕竟它只有这一片 它是比较像的啊 然后这里还有一块 这块从外表来看 它也是有图案 有花纹的表现 但是里面能切出一个 什么样的意境 那肯定是要切开才知道了 因为石头 它每一个的花纹的图案 它都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一个给它切开 看一下能取到一个 什么样的图案 它这里也是夹了一层 我发现这种石头啊 它经常有一条裂 然后这条裂都是一条夹缝 这一块也是往这里过来 然后这一块我感觉 它的画面感应该没有太强烈 好 我们就给它切了 这块应该没细啊 这边给它去了一些 它这个图案跟花纹 都是零零散散的 很小 黑黑的啊 看不清楚它现了什么 然后只有这边 这个面积应该有一点点小的图案 但是它这里往这边挖的 它也不好出牌子啊 还要跟网友商量一下 到底出什么物件给它了 好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